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说啊 你个瘦不垃圾的小姑娘 能拆能装还能跑 防盗所都拦不住你 你们金融学校 就教了这些啊 你不会以为我是小偷吧 那可是你自己说的 这我得好好跟你解释一下了 小时候呢我 我爸呀 他老把我关在家里学习 这也不让我去 那也不让我去 那我又爱穿着你 出去玩 所以我就练就了这一身本事了 那你确实挺厉害的 不过呢 你最近的表现啊 确实很出色 是吧 那 我能不能提前预知 我的薪水和奖金啊 只要五万八就可以了 你说 要是知道你这么着急 跟他解约 该有多伤心 你想多了他才不会呢 每天连面都见不到 我估计啊 他巴不得我早点走 你就说能不能预知吧 可以是可以 不过呢 不过什么 要等到这些土地拍卖成功之后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不用 我只要五万八就行了 不过为什么要等到拍卖以后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你别后悔啊 你怎么办 的话 你也能认为 过吧 了 你都没说到 你呢 那你也能认为 一万一的 你呢 你呢 我 arrang 我们需要 那明天几点上班啊 九点啊 对啊 我现在从这里开车回去要一个小时 起数要一个小时 明早过来接你还要一个小时 我只剩不到五个小时的睡眠了 那你明天不用来接我了 我自己坐地铁去上班 你多睡一会儿 干嘛 今天太晚了 我就住在你家了 那不行 这 温佳要是看见了怎么办 我可是用生命 在帮你男人赚钱啊 就算我跟他的女人 在家里加班 你觉得他会说我什么呀 你怎么回来了 妈呀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有兹母 你怎么回事 二人 有兹母 太后面回事 可以 我 我们把我们做回事 总之 为什么 我们一起来 我 都 嗯 妈呀 不行 圆圆圆 你不是这样的人士哦 你现在扮演着圆思雅是有婚约的人 请注意你的精神运行轨道 圆圆圆 清醒一点 看样子是成了 那您的人要回归家庭啊 还差一步 生米 咱就煮成熟饭 你思想能不能纯洁一点 我可是很尊重他的 我们两个之间呢 现在只差认爱 就您的一笑 都说明一切了 那孤男寡女 那共处医师 英英英 大坏蛋 这幻小说里 早就大结局了 桂姨 注意你的言行 赶紧出去 人家一会儿进来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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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 等一下 把所有卧室的门都给我锁上 淘气 这造情境 把我想成什么人 怎么还不来啊 客房的门都锁了 钥匙也找不到了 今晚就只能在这儿酱油一下吧 怎么又是你啊 小元知道您进屋睡 他就去客房了 我不是让你把门都锁上了吗 我失锁了呀 结果人家就用一张卡 他就把门给敲开了 烧在手从里面 就给反锁了 我真是怎么打也打不开我 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 一个女孩子的特长似的 溜窗笑索 把钥匙给我 关键是还能发挥得 这么厉厉紧致的 那三下五床卡卡 这两下搞定 优秀啊 如果您把钥匙给我打开 你应该把钥匙给我打开 我说明天 作词 准备 你不想念我 我更想念你 我更想念我 你不想念我 你不想念我 感谢观看